大家好 很多媽媽都留言告訴我 想我拍一個關於BB腹食的影片 其實我曾經拍過的 但對上一條已經是半年前 羊羊那時候還是很小 所以其實跟現在的飲食 都已經有很大的不同了 所以今天我想拍一個 適合一歲以上BB的腹食分享 在說一些食物之前 我想跟大家推薦一下 我覺得挺好用的BB餐具 因為我覺得餐具對BB來說 都很重要的 買的時候要看它的質料 看它的形狀好不好用 要看它實不實用 尤其是羊羊現在處於一個學習 自己用餐具去畢業的階段 我覺得更加需要一套好的餐具 我想推薦的就是 這款 Advanchi的竹碗 竹碟和不鏽鋼碗 它是用有機的竹去做的 而不是木 我最喜歡它有兩樣東西 第一 就是這個吸盤 我覺得吸得非常實 它是實到 不要說BB踢到 還是怎樣撥到 是連我用力拔 爽扯都拔不開 所以我這件事就非常放心 但如果你要拔起來 它又很簡單 拔一拔一拔 它又很容易起到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好的 第二樣的好處是 實質很漂亮 你覺不覺得它很有感覺 這種質地和樣子 像外國擺早餐的樣子 你明白嗎 Instagram經常看到那些 超吸引 另外它還有一些羹 羹的好處是 它前面吃的位置 是一些軟的直膠 不用怕BB吃的時候 會咬傷牙或牙肉 至於這個不鏽鋼 其實是出家用的 因為不鏽鋼是有保溫的功能 所以可以帶出外 另外它的蓋子 因為是密封式 所以也是不會漏的 其實我一向是用保溫壺 去帶食物 但是因為羊羊現在喜歡自己 所以保溫壺太深 它不能夠 所以這個剛剛好 又是一個碗 也有這個吸盤 可以吸在餐廳的桌面 另外大家不知道 有沒有留意到 羊羊披著的筋很漂亮 它是一條多用途沙筋 它可以當皮 又當餵奶的筋 又當洗澡筋 我超喜歡這條筋 因為真的超級軟熟 它很舒服 好了 那我就介紹完 我覺得非常好用的餐具了 那現在就一起看看 到底我平時會煮什麼複食 什麼原因 進入錶 進入錶 進入浴腿 進入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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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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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